她5岁出道,13岁成名,隐退后却被传车祸身亡,结果如今已结婚生子变成这样。 她的歌曲风格迥异,以柔情甜歌为主。她具有甜美的嗓音和惺心的形象。 她演唱的歌曲在各个年龄层次点唱率都是极高的。 她就是有助甜美天后,贺岁公主之称的台湾歌手卓一婷。 卓一婷1980年出生在台湾。 自幼聪明好学,3岁拜师学歌,5岁就已当台表演,7岁发行首张个人专辑,参加连续剧演出,10岁领先主演当时热播各大映视剧作品,成为台湾一线同兴。 12岁发行首张个人原创专辑,14岁当选台湾联徒时大军中情人,15岁进军内地歌坛,火烈海内外,她的专辑单去在各个国家地区发行后,也是成功霸占当年的销量榜单前几位。 在视野巅峰时,卓一婷也只是个年仅18岁刚成年的女孩,却早已从业13年,她开始有点不堪重负,繁忙的工作安排,升血的压力等加重了她健康问题,为了长远打算。 在2000年的时候,19岁的卓一婷选择遵从医嘱范别歌坛。 因为她毫无征兆地退出,之后更是悄无声息,加上台湾当时刚好有个艺人与她名字仅一次是差,也叫卓一婷遭遇了严重的车祸身亡,一时间疯传她早逝。 直到2002年,她重新复出,这则谣言才被压下。 之后推出最新个人专辑《祝福》与两集《贺岁特辑》,以及广东的深圳、东莞、茂名、珠海、洋江、清远、云福等十几个城市的巡回演出,是无数粉丝喜出妄怪,演唱会几乎常常暴,所到之处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轰动,受到了新华网、人民网、中西网、中国日报、海南电视台, 人民日报、海外版、海南日报等多家媒体的高度关注。 之后再接再利推出了《腿变幕》,《祝福2》,亲爱的你,好春天,八仙旗拜年,恭喜发财,好日子等几十张专辑。